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一道快菜 酸蓉清口 清口啊 小的时候看到的都是干货 妈妈煮汤的时候 会撒一把在里面 那个汤就变得超鲜的 今天我们用冰鲜的来做 那冰化开以后呢 你要先看一下 这里面有些 会有像草一样的东西 粘在上面 所以你要把它拿掉 那拿的时候呢 手要安住肉 因为它是粘在肉上的 如果你不安住的话 它会连肉一起带出来 然后我们就清洗一下 水分捏干 就可以开火了 开火前呢 先准备些 蒜末或蒜蓉 两半三半 三半四半都可以 下一块黄油 有盐的无盐的都可以 家里有什么用什么 那你说放多少 没有定数 我差不多是半磅左右的 然后我放了二十多克的黄油 那你可以放二十多克 也可以加点放到三十多克 看个人的喜好 蒜蓉先下 给它爆香 爆到香味出来就可以 不要过了 然后muscle下 就这样翻炒 一会会它会出来一些水 所以火可以大一点 待到它水分半干不干的时候 我们下一些胡椒 再就是下盐 那如果刚才下的是 有盐的黄油 那就少放一点 或者你做前菜的时候 也少放一点 那你下饭 就可以多放一点 这样翻炒到水分都收干 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